大家好,这里是乔治妈妈的频道 现在我们上到云顶的上面啦 哇,好堵车啊 导航显示,这边堵到停车场的路口要堵10分钟 右边呢,就是以前的主题乐园 现在可以看到,造的差不多了 卖票的那个柜台都造好了,售票处,看到吗? 嗯,应该12月就开了 对啊,应该很快能开了 哇,前面是 First World Hotel 世界最大的 这里旁边是 Old Town,还有其他的 诶,这里进去就是 Sky Avenue 咯 这里左边进去 再读一下,你看 嗯,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找停车位 目前是20度 20度 嗯 现在云顶做的很人性化 这个牌子就给你写哪一个停车场有多少车位 我们要停的停车场第一个有272个车位 不用担心没有车位了 Sky Avenue有600多个车位,更多 哇,云顶的酒店也很夸张 我全部的平台都看了一遍,没有房间 全部订完了 酒店里全部爆满 我们去停车了 好陡,好陡 好陡 这里看下去 好黑,雾蒙蒙的 云顶 不明思义都是云 现在云顶全部的parking都是free的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里呢,就是我们平时住的酒店的房间 今天是一房难求 这里是比较旧的这边 很多店铺都没有开 这一边呢,吃饭会相对比较便宜一点 这边,这个是缆车 以前的旧的缆车在里面 这个已经关掉了 全新的全都换到Sky Avenue的楼上 以前的回忆 小子爸爸小时候的缆车是这样的 这个很大 这里都没有开 这一区呢,因为是属于比较旧的 相对吃饭就比较便宜 还有那些连锁的快餐都是在这一区 麦当劳呀,肯德基呀,这些的 大多数老一辈的赌徒呢 住的酒店也都是集中在这一区 开的店不多 也有一些店倒了 这里小孩子的游乐场没有开 酒吧也没有开 前面有一个吃日本料理拉面的也没有开 麦当劳也没有开 小子妈妈呢,是可以跨州的第一个周末的星期六 KFC有开 但是不能堂食,只能打包 买KFC的人还是很多 卖卖是关着的 这里开始人就多了 因为这边就要听到Sky Avenue了 Sky Avenue呢,是新区 近两年才造好的人最多的地方 本集视频由九州商城特约赞助 最近大家在家有没有被疫情变坏呢 马来西亚一开放跨州,很多人就上云顶了 如果你上了云顶,手气不太好 又或者你的行业由于疫情受到影响 每一单有3%到5%的收益 这个是商城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有兴趣的可以扫二维码联系它哦 我自己也已经试过了 每天大概有300到500马匹 多劳多得,操作非常简单 这里的人就多了 这里另外有游乐场 哇,有种回到以前的感觉 哇,这个人重了 我们到了星期这边了,Sky Avenue 这里的人潮就很明显了 嗯 很多店没有了 这些店是没了是吗 这以前不都全部开完的吗 店都没了 然后那个邮件面馆也没开 在楼上这边 还是很多店没开 这个是早的吧 还是什么,整个空的 这本来是苹果店 这里我记得以前是全满多 啊,好熟悉的地方啊 好久没来了 新发客 这些都没开 看一下下面这边 指尖都没有了 看一下下面 下面也差不多 冷冷清清 现在不晚了 是7点左右 照理说 以前的7点的话 应该都是人 我去正中间 该casino那边看一下 新爸爸都没开 这个就开 卖眼睛的能开 护肤的卖首饰的都不能开 它是彭恒座规定不一样还是什么 没有啊 他们自己不要看 是他们自己不要看 不是政府不让他们看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干净 倒闭的很多 你看这些前面的这些都到了 那边看到人潮多的是吃龙虾的 这些都没开 下面这个人多的是鼎太风 乐天没有开 哇 死气沉沉的 这是以前的电影院 电影院没开 博纳的 前面就人多了 因为前面有史列游乐场 还有sky casino 没有赌钱的 他没开 只有鼎太风开的 乐天黄草也没开 不怪鼎太风很狂那么多人 是因为只有他 室内的游乐场也没有开 人还是挺多的 这个日本的那个也没开 如果你们只是上来吹轰的话呢 真的是没有必要了 赌场的话 现在是实名制的 要有会员卡 然后实名认证才能进去 这边游乐场 新西方开 前面的吃饭的也没开 顶太风是满到完了 已经不接受在拿方码了 门口全部都是在等顶太风的 顶太风一直独秀 独霸啊 Sky Avenue 因为其他店都没开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吃的 还有我们还没有吃饭 哎呦阿布斯路特太有开着 这边也是没有开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店是开着的吧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是关着的 因为没东西吃 自己照理小玩子生意去吃得好 以前来都没有人排队的 都排到这边了 吃那个龙虾的也是生意很好 这个龙虾应该要排一两个小时了 没有一两个小时排不到了 这些旁边的店都没有开 真的不建议来 除非你特别想吃这家龙虾 我就真的不建议来这里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这家龙虾吃过很多次了 本集视频到这边就结束啦 记得点赞订阅哦 下一集带你们去看一下云顶的酒吧街 谢谢收看